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眼睛如同弯月 笑容蓄满一池秋水 两颗突出的苹果鸡 仿佛熟透的冬枣 构成我可爱的面容 人们叫我说唱勇 虽然无名无姓 咱可是国家博物馆里万人朝敬的大明星 我是东汉时期四川盆地的说唱艺人 左手持骨 右手握棒 演出即将进入高潮 我头往前伸 后背拉成一张弓 腿部韧带受到拉扯 高高抬起 露出宽大扁平的脚底板 我正要瞬间发力 豆翻唱上所有观众 我这样的人在四川非常普遍 读书人叫我们排优 就是现在的演艺圈人士 以娱乐大众为指令 让老百姓开心 拔屎就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开心 瞧 他是我的同事 三条皱纹挤在额头上 吐出舌头 极劲搞怪 他运气不太好 脑袋缩在脖子里 患有脊椎疾病 由于营养不均衡 胳膊又细又短 我们多有与生俱来的疾病 身体与常人不同 自嘲是所有幽默中最安全 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我们故意呈现自己的身体缺陷 卖力表演 我想我是幸运的 我的生命远比我的寿命长久 两千年前的一声闷响 我和几个伙伴顿入黑暗 直到有一天 我再次见到阳光 我最爱的小圆帽 退掉了彩色 裤子垮在腰间 两千年断食断水 腹部的坠肉竟没有半点松心 哎 减肥真难 成都平原依旧温暖湿润 地域文化强势 与两千年前一样 向全国输送美食 方言 文艺 以及闲适的生活态度 国语记载 史不诗书 蒙不诗诵 这是说写在纸上的历史 和艺人口中叙述的历史 同等重要 汉高祖的戒 非将军的功 卓文军的罗曼史 都活在我们的段子里 代代相传 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通过我被生活压弯的脊椎 可以感知这个国家 所经历的苦难 因此我被珍视 被保管 我不再是张三 李四 我的代码是Y328A 我变成了符号 象征说唱艺术 我的灵魂从未死去 它成为一个行业 一种思想 一门哲学 我是活在市井的民族精神 是高贵的隐士 你看到我开怀大笑 那是因为我很严肃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